武黨籍基隆市議員林敏勳和代表國民黨參選2024立委的基隆市議員林沛祥一起逐桌向長輩們致意爭取支持 我們所有國外園愛之家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很簡單齁 林總是長 我家老爸曾跟我講的 家公的西村 聽人說我最不道德 所以在這邊很簡單 簡單祝福 祝大家 光午前快樂之外 也祝大家所有好朋友 平安 位在暖暖地內的私地博愛家園 為長者們舉行端午佳節餐序活動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長楊玉欣 代表市長謝國良親自前往參加製贈加菜金 向長者們問號 祝大家端午佳節快樂 所以我看到各位師傅伯伯阿姨 第一點 身體很健康 我為各位感覺到非常的開心 那第二點呢 心情很愉快 大家一起共識一堂 能夠一起享受美食 享受這一段美好的時光 我也感覺到好幸福 讓我們代表市長還有我們社會主 來這裡跟大家共享一段美好的時光 祝福大家 光顧家園 平安 十二 謝謝 包括現任市議員張芳麗 林敏薰 陳冠宇 何淑平 以及多位前任市議員和里長 以及前立委徐少平等人都親自到場參加 並且由基隆市立屆議員關懷互助協會 為理事長杜振川 代表製贈15萬元加菜金 給博愛家園 由博愛家園董事長 前基隆市長林水木 代表收下 我們林董事長 領導所有團隊 受到社會肯定 我們也希望藉著今天有一種拋棺語意 所有能夠關心必要幫忙的社會團體 社會人士多多參與 讓我們基隆市能夠更有團結和諧更進步 整場參會活動熱鬧溫馨 共同度過愉快的端午佳節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總統